Hello,大家好,我是短腿 在日常中,能用电饭锅炖出来的菜 在我看来都是最省事省力的 那,我们今天就来做最简单 但是又会让人觉得你厨艺不错的番茄炖牛腩吧 牛腩先来焯个水,撇去浮沫,转入电饭锅中 加入酱油、卤水汁、料酒 1比1比1的比例 只需要这简单的三杯调料就好 一般中等的番茄三四个左右就差不多了 洗干净直接放进去就好 因为炖完之后,番茄的皮子就特别特别的好去除 再把番茄的肉肉捣碎放在汤里,这就结束了 是不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也不需要加水 牛腩我一般都会选择稍微肥些的 喜欢牛油独有的那种醇厚脂质感的香味 新鲜番茄的加入让汤水中虽有牛油的厚重感 但那适中的酸度增加的清爽会使人胃口大开 很适合最近的天气来吃 不论是配饭还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煮一碗面 做焦头都再适合不过 期待各位的尝试哦 这支短头感情的观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投个币加个关注 以及尝回来看看 希望能给爱做饭的你一点小小的灵感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